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残疾人共同一起努力的一次 两年多的思维风暴 它不仅改观了我们自己 常有的那种习惯 在我们的领导 在我们的所有主创团队的鞭策底下 我们不断地往前在推低 我们不断地在推陈出新 否定自己 再造自己 再否定自己 再造自己 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来讲是最为宝贵的 它会对我今后的所有创作 都是一次洗髓的一个过程 真的是紧张 我在前面很多次的采访当中都说了 后来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一分多钟不到 但是我们在现场 仿佛觉得整个空气都凝滞了 有三到五分钟的那个过程 但最后那一瞬间 当火炬点燃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是热泪盈晃的 我记得 就那一瞬间 我和易某导演 两个人回过身来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好像还有那张照片还留在那 我是很欣慰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在2020年的5月9号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第一次汇报方案的时候 我就大胆地提出来了 这一届的东禅澳开幕式的点火 我要用盲人来点火 当时其实很多人 还是持有怀疑 和不完全肯定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一直坚持 我说如果我们不用盲人点火 迟早 以后任何一届一定会有盲人点火 更重要的是 不是为了我们用 简简单单的一个盲人去点火 去引领大家 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想传达的是那份光明 传达的是那份温暖 传达的是他们自强不息的那个过程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李博在那一瞬间 他真正完成了涅槃重生的那个过程 这是我们所有在创作过程当中 都没有想到的 那对于我这一年或者讲今后的创作 它同样是这样 它不仅仅只是身体上的肢体上的一些产权 它主要是内心 它是精神的一面 那对于创作者来讲 我们要为人民而歌 为人民而舞 去创作更多的 为人民服务的 能够接地气 欧歌人民的优秀的作品 我想这份精神一定是我们最重要的支出 这份文字兰知语